福建原始宗教驴山派 又称驴山道 驴山教等 驴山信徒及法师相信 透过奏执收录 净神奇壤 降妖治病 行功积德等修行 死后可生先并进入驴山仙境 传说驴山是道教中的一个独立王国 其确切未知或入口 在驴山道内部也说法各有不同 但普遍认为是位于另一空间 是一座隐于水中的神秘圣域 有传闻齐在福建闽江江底 驴山山中分布有不同的洞窟 每一洞窟代表一个分支 由不同洞主 祖室掌管 山中居住着由闽月上古时期 传承至今的驴山道历代先真 祖室 护法 神将等 他们与人间的法师一同监察 维护此事的安宁 驴山派奉敬代著名道士 许将杨真人为祖室 也祭祀董奉真人等神 主要有几种之戏 一 三奶派 又称红头派 奉林水三夫人 陈静姑陈大奶 林九娘 林二奶 李三娘 李三奶等三位女神为宗室 通常行于庙会 做婚寿喜庆之仪式等 二 法主公派 又称乌头派 奉法主真君为宗师 夺行丧事 娶母 三 许甲派 奉清威至出 真君许甲为宗师 多行丧事 驱魔 险多混入红头派 乌头派 另一种 唯流行于华南的道教派别 普安派 也相当程度上 融合了 驴山派的法术思想 驴山派法术 以强硬的霸道 法术为主 本着不是 你死就是我王的思想 不管是 针对鬼魂 还是对手 都是一种 极具杀伤力的方法 其强硬程度 和毛山派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驴山派的霸道之法 如上刀山 下火海 等云楼 下游锅等 驴山派吸收了道教静明道 正一道等派与佛教禅宗 静土宗 密宗瑜伽派 儒家中君孝亲等三教的理论与思想 广大许多神佛 如世家蒙尼佛 慧继金刚 妙善元君 妙仪尊者等 以各种法式为人消灾除恶 并传播到华南与东南亚各地 其思想内容丰富 内涵深厚 影响深远 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进 为后来的学术和文化人物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